旅程過了18天 我們由起點百利之城 一直來到危地馬拉 上集在馬亞人序居地 阿蒂特蘭湖 體驗了活生生的馬亞文化 今集我們膽粗粗向我們旅程的 第三個國家進化 剛好在阿蒂特蘭 來受別墅了一陣子 跟Alesha一家人到別後 現在又有新挑戰了 我們現在要去薩爾瓦多 但不知道能否過關 我們現在要去闖關 我們乘了一程車 再裙拉褲子轉過境大巴 去薩爾瓦多 目測,車上全部人 基本上還沒遷就人 對他們來說 由危地馬拉去薩爾瓦多 可能就像我們上深圳般集以為上 但同一個動作 對於我們來說就很緊張了 乘了三個多小時來到首都後 突然又變回一個驚險的旅程 因為我們即將要闖關 回到薩爾瓦多 因為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也真心不知道 是否能過關 理論上,特區護照 如果有美國簽證 和危地馬拉簽證 是應該可以進入境 但網上看 有人說 薩爾瓦多其實不承認 危地馬拉簽證 所以沒用 有些人說 其實BNO可以進入薩爾瓦多 因為它會當你是英靜 但有些人說 其實他們可以出嫁 所以不行 但我們來到伯爾瓦 親身問過這裡的人 他看著我們的美國簽證 和危地馬拉簽證 他就說我們進入了薩爾瓦多 好,我會很開心 因為你也會在你的國家 那即是怎樣呢 到底進入也進不了 到底用BNO進入 還是特區號才進入呢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人就是這麼壞 越不讓我看 我越想去看 本身的薩爾瓦多 可能也沒有特別 說很想去看甚麼 但是他一說過境那麼困難 馬上進入去看 不安地乘了三個小時車 終於來到邊境地帶 車長叫全部人走路車過關 我們也要跟大隊 一方面,我很詫異車上的行李 原來是不用檢查的 另一方面,我很擔心 因為決定性的時刻到了 現在我們真的要闖關入薩爾瓦多了 一何之隔,生死有關的時刻來了 現在是下午5時09分 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就要截返 去最近的酒店過夜 而我沿途剛才是看不到酒店 好,謝謝 你聽到西班牙嗎 一點點西班牙 儘量保持著開心的狀態 有點擔心,另一個人走過來 對… 自動車 自動車,對… 他們看到我們的護照 都覺得很新奇 看來渣特區護照 陸路進薩爾瓦多的人 真是少之又少 我和導演還在等著之際 負責攝影師的關員 出乎意料地很快放行 那時候我就想 一個可以 沒理由另外兩個會不行 怎料他們竟然叫我 叫攝影師回來 我的朋友? 你回來了 你回來了嗎? 我的朋友? 正確 洗牌再來過 窗口另一邊的關員 開始不停揭 我們本護照的美國簽證 和危地馬拉簽證 又圍著聊天 又用電腦檢查資料 搞了十分鐘左右 事情好像有點進展 我那本已經吸收了 他又在寫東西 我們攝影師已經可以了 可以了嗎? 你在旁邊等 我那個人已經在寫了 情況開始樂觀 攝影師能過關 關員都開始由零頭變成零頭 終於我最期待的畫面出現了 他們拿起入境印 吸… 一、二、三,吸… 那個人應該是 有驚無險,我們過關了 謝謝 上車 見到時候我們過關了 現在很快 他們不停翻開 揭開我們的特區護照 然後又由頭、握頭 又返進去後,又回到火 又出來 表面要令人安靜 又變得很興奮 大家入這裡了 現在還好 有人買東西吃 不如我們慶祝一下 買一件,可以嗎 你吃吧 你們吃完 三塊 有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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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慶祝我們過渡關 我買了三支水 還有一支布布莎 大家都有傳統的東西 一支水 我們以水代酒 乾杯,乾杯 天都光亮了 我們來到薩爾雅多 跟中美洲很多國家一樣 十九世紀美獨立後 正局動蕩 內戰到九十年代才停止 不知道是否習慣 都特意來繞一繞 到底它和旁邊左右的國家 有什麼不同呢 如滄海深處埋藏雀為主 除了劉浩龍、鄭安琪 還有薩爾雅多 整個中美洲面積最小 有什麼大景點 很多護士經過 看得不看得兩眼 沒有人懂得欣賞 但偏偏,我可以 你也可以 看我們的節目就行了 我可以 我們在薩爾雅多的大本營 是距離危地馬拉邊境 一個小時都不夠的 概念是阿達哥 簡稱阿達哥、阿塔科 它是山上的一個小鎮 亦是不少薩爾雅多城市人 週末想去度假會去的地方 為何他們要選這裡 漂亮吧 阿達哥這裡有很多彩色的塗鴉 很有卡通的感覺 再加上這裡 整個城市都是石板地 是之前殖民地士奇為了下來的 有感覺到 塗鴉可以反映到一個人的心性 我覺得一個城市的塗鴉 都可以反映到一個城市的思想特質 薩爾雅多最大的城市 是首都聖薩爾雅多 全國有30%的人都住在那裡 但從來懂得旅行 都是去小鎮旅行 因為小鎮有特色之餘 民風還很純樸,人都比較好 有些人說 薩爾雅多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有很多黑幫、綁匪 甚麼都可以出齊 但有些人說 薩爾雅多是整個中美洲 甚至整個拉丁美洲 最好處的地方 我現在在阿達哥這裡 我覺得真的很好處 很純樸,甚至你不跟他聊 他都會主要跟你打招呼 看到遊客跟你打招呼 其實他感覺很溫暖 其實你看到他的眼光 他有否友善,在他的眼神分佈出來 有些人很友善 很想和他打招呼 甚至叫你只跟他拍照 就是這麼簡單 全靈的互聯網說 阿達哥有兩種有名 第一,就是手工藝品 你看到整個街上有很多攤檔 這間店鋪是否是手工藝品 那選哪一間好呢 全能的互聯網,又有答案 全部人都說是這間 最多、最漂亮、最長、最有特色 看到嗎… 有多少顏色,難民不虛傳 這裡每一樣東西,你看到 都看到至少有三、四種顏色 甚至更多 這就是阿達哥的特色 跟之前的壁畫一樣 很多顏色,很懂得財品 很鮮艷 這間店鋪的精品 很有令人花多眼亂的感覺 除了是因為阿達哥 五顏六色的本地創作風格之外 還是因為店鋪的老闆 很努力地把中美洲 不同地方的藝術作品 收集在這裡賣 泥地馬拉、洪多拉斯、哥斯達麗加 都有,雜伯加之大城 這裡分分鐘是 整個中美洲賣精品 最刺激的地方 這裡真的甚麼都有 這個,連行都滿足 用貼紙貼在杯子上 就是撒爾雅多的杯子 又有10元,這裡花美金 即是10元美金 70元港幣,不便宜的 有誠意一點,又可以看看這邊 撒爾雅多差不多一半人口 都是信奉天主教 我們來拍攝的時候 有適逢,就來聖誕節 所以整個環節都擺盛聖母像 有可愛版本,鹽叔版本 跟這間店鋪的風格一樣 都是包羅萬有 手工藝品這裡很多 另外一件事 網上的人都說很棒,一定要看 就是這裡的織布 他們有一個很傳統的方法 整大部木機都在織織織那種 整個拉丁美洲 都是很傳統的一種織的方法 但現在已經很少見 例如像這一塊 就是用織布洛的方法織出來的 這塊是貼的,就像口水煙一樣 原來用來包著包 正所謂吃包包吃飽 現在就可以用這一塊包 包著包包之後再吃飽了 有一個朋友來過西亞多 他熱烈推介的東西叫Barbitas 是找到當地的食物很好吃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看到這裡寫了Barbitas 有,我說謝謝,叫一叫 我來吧 Barbitas 是嗎? 薯條? Barbitas,好,一叫 一叫 我先叫了嗎? 現在看上去真的是薯條 我回去查一下 Barbitas根本就是薯條的意思 不過在阿達哥真的好像挺普及 很多街檔都可以賣 一坨醬加進去之後 五毫子美金 入口 那就是薯條 開來的廚名線 Mandy Lye,你現在騙我嗎? 就這樣 薯條? 吃完好不好吃? 謝謝 不是 又真的是幾十秒 我買了辣醬之後 我不可以說很好吃 我只可以說辣醬的辣 是蓋上所有其他味道 你吃到薯條的汁,但就很辣 加一點芝士的奶油味 其他甚麼杞汁的東西吃不到 開來一次全名 Mandy Lye 你別滑我 在阿達科外圍有一間旅館 我們精心挑選了 做我們在薩爾雅多的家 整間歐洲古典大宅 骨子、優雅 做一晚,說三十多四十美金一個人 不便宜 甚至可能是我們暫時 在中美洲住過最貴的地方 不過沒辦法 誰叫它建在一個咖啡園中 剛才說過 薩爾雅多最出名的兩樣東西 一是手工藝品 二就是咖啡 真是咖啡園,有很多植物 Chopens是我們咖啡園的其中一個觀察人員 他現在帶我們去看看咖啡園 今天可以收成 薩爾雅多種的咖啡好 主要是因為土壤合適 和全年魚量比較平均 每年十一月尾至一月頭 是薩爾雅多咖啡收成的高峰期 這個時候來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咖啡園 最生氣勃勃 萬惡從中 很多很多很多點紅的狀態 不僅是進來的程車椅 去找咖啡樹的路 原來也一樣是驚激滿途 這些,看上去超級紅的 這種叫做Café Uva 即是葡萄咖啡 就是看上去的顏色 好像葡萄那樣 這就叫做Ready 好酸 人們說像車尼紫味 我又覺得不是,挺酸的 其實我覺得在咖啡園 摘咖啡整件事 都很像在澳洲工作假期一樣 修成季節 也是摘豆工人開工的季節 剛才我也學了 怎樣分為適合洗的咖啡豆 很容易,讓我來 我發現我來到中美洲那麼久 經常都要綁在腰上 我再把這件東西 倒在頭上,那些… 有一點…你揹上一塊東西 但它又在前面很對的感覺 很好玩 他們說通常都是早上 摘這些咖啡豆 下午就可以送到廠商做加工 所以早起的鳥也有重吃 現在早起的工人就有咖啡豆撕掉 雖然就這樣看 好像我在這裡 跟他們玩,追著他們做事 他們本身平時都很沉悶 你想想每天對著咖啡豆,對吧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我來這裡,但不斷倒在這裡 我買的咖啡豆 其實本身咖啡豆就不是用來吃 而是用來做乾之後做咖啡的 不過這樣 我為了令廣大觀眾 更加了解 Borbon咖啡豆的各種形態 我唯有冒著被人說我吃東西 不做事的風險 試多幾顆 不如我嘗嘗綠色的,看看是甚麼味道 很害怕 很硬 不,有點像青椒味 色的那種很滑 一顆半顆,它沒甚麼感覺 我先嘗嘗中間的甚麼味道 就這顆了,有點燙 有汁了 只有汁,沒有味道 我可以這樣說 綠色的那種沒有汁 乾淨淨淨淨淨,沒有味道 淡色的那種有汁 但也沒有味道 皮有點淨淨淨 我想你一邊煮熟 就越來越多甜味 越來越軟,就是這樣 好了,真的下手下腳做了 因為四周都種了 幫咖啡樹遮蔭的大樹 咖啡豆本身也不需要很大力 才能摘到 所以在肉體上,其實不算很累 反而要逐顆逐顆認顏色 要花點精神就真的 不過我想到一個最快捷的工作方法 是比較省力的 你看不到我… 世上的東西真的很簡單 就是整盤咖啡豆 不樂而獲了 我想現在沒人看得到 其實我用它變得沒人知道 我看得到,看得到也不覺得 那關也不檢查,就這樣,好嗎 真的沒人理會我 說說而已 每顆咖啡豆都是公有的血汗 我又怎會就這樣拿走呢 在薩爾瓦多 咖啡園的最低工資 是四個多美金一天 即是三十多港幣左右 所以對他們來說 賺每一個錢都不容易 不過長命功夫、長命都… 午餐時間是大了的 是啤酒嗎? 是啤酒 先吃點香醬 是啤酒 挺脆的 他這樣即燒即食 挺脆的 加這麼多忌廉? 很多 謝謝 謝謝 挺好的 好,我是否令他們全部吃不到 完全是搗亂 先坐下 坐下 一班工人 無論在任何場合做甚麼 多辛苦也好 幫我飯永遠都是最開心的 我們香港 除非要煮到豆腐火冷飯後 很開心 看完新鮮咖啡豆點摘 就要看完摘了咖啡豆 怎樣處理 第一步就是曬乾 工人會把咖啡豆放在地上 再定時定後在上面一路走 一路用木扒推咖啡豆 讓它曬得平均一點 看看這裡又曬、又扒 兩個星期的目標是甚麼呢 就是令它乾到12%的水分 你就這樣看一顆豆 怎樣叫12% 其實終極目標是這樣的 其實是要磨走最外面那層衣 即是說花了兩個星期之後 如果準備好的話 你這樣在手上捉 那些衣就會出來了 看到那些衣飄出來嗎 即是表示準備好了 可以送去下一個工序 曬夠了 天然風乾之後 就是一連串的機器控干過程 還建議出動柴火來推動窩輪 就要用這些巨型滾筒燒機 幫風乾過程加速 出來的咖啡豆 經過逐顆的挑選 再包裝 就變成我們認得出的樣子 我不是一個很好咖啡的人 人家可以告訴你 這個真的很香 很香 其實這裡整間房間 都是來盛著很香的咖啡味 好, 看完它什麼樣子 就不用多說了 試味吧, 對不對 這裡一包大約450克的咖啡粉 賣三至五元美金 而中美咒其中一種最優質的咖啡 真的一點也不貴 在原產地買, 當然比較便宜 在原產地試了, 就最好 我還來喝咖啡 都會加點奶或糖 我首次是覺得 咖啡是這麼容易入口 不是這麼香 在中美洲那麼久 一直都要趕巴士、闖關 終於可以坐在這裡找味咖啡 人家的聲音也要靜點 Hello, 我叫梁浩 好, 今天我們沿著一條 叫花路的公路 就由阿達哥去Huaiuwa Huaiuwa有一個 逢星六日做的美食嘉年華 在上海邊有很多東西吃 有些奇怪的東西吃 但現在剛剛錯過了一班車 就要等 他說應該三個字就有 Huaiuwa, Huaiuwu 距離阿達哥只是半小時左右 巴士路線也只有一條 只要不要下錯車就可以了 華游屋本身就像阿達哥 那樣是一個寧靜小鎮 但今天就人頭湧湧 因為剛才說的周末小食市場 是區中的大市 你好 不是跟我們揮揮的, 笑揮 這是中央廣場的地帶 看到有些很植民色彩的馬車 即是假裝火車的車 好像歐洲的感覺 上網看過 這個小食市場主打的 都是一些很有中美特色的肉食 檔主基本上都是這裡的居民 整件事除了是賣食物之外 還有一班街坊 星期六日走出來會一會大家的時刻 開心的空氣 可以說尼曼住整個華游屋的中央地帶 還不是這裡, 整條街坊是食物 整條街坊是食物味 吃個夜市的 不過下午發生的意思 發什麼吃 這個是沙徒 放這些類似絲坎的物體 旁邊在這裡放在這裡剝 會不停噴黑色的汁液出來 然後就撈到沙徒裡吃 他知道自己多一個擠食物 辣椒 辣椒? 辣椒辣椒 我試試 他應該是請我吃嗎? 好 沙徒 很好吃 超級 超級 很清新的, 酸酸的 沒想到這麼重口味 雖然加了一口鹽 還有絲坎的味道很鮮 整個沙徒很新鮮 酸甜甜, 很開胃 文殊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這裡也挺普遍 但我們平時就很少吃 是什麼呢? 我講不出來 要做出來 幸好全球飽動物的方法 都是差不多的 Ronejo Ronejo, Si 我上了一肚肉 但我忘了怎麼說 Ronejo Ronejo Si Aki? 有時做人的事 做壓力就可以了 不用真的會說 Ronejo 這就是兔酒肉 剛才幫助另一檔 有一個這裡的女士說 這裡兔酒肉有很多人吃 你試試吧 來到這裡吃了 也有些豆 蘭丁的香蕉 還有芝麻 粟米做成的餅 很少聽到有兔肉吃 很濃烈 我覺得這像是雞肉的味道 這麼神奇? 很香 一點都不像奇葵肉的味道 好吃 既然小吃市場 是一件這麼熱鬧的事 當然就不只數家那麼簡單 趁人多 不同的人都會覺出奇招 吸引大家的注意 我聽到他的呼吸 為何變成這樣 這個主人很難度 這樣就完成了他的使命 這個檔主是很不負責任的 這樣就完成了,即是怎樣 之前… 他開始滾了 但其實現在惹了很多人圍觀 你好,我可以嗎 正所謂人見人愛,車見車載 我就是他的相反 當然了,這次去世爾雅多 只不過是留了幾天 而且去了一個比較小的部分 經過就離開了 不敢說看到所有世爾雅多人的面貌 但起碼我們經過的地方 可能是山上 那些人比較純樸 真的很友善 感覺很溫 這幾天,我在亞塔科 懷由烏尼頭感受到快樂 一種在很多地方都可以體現到的快樂 例如街角、市集、工作環境 以及以下的這個地方 沒錯,這裡是一個墳場 但我不是叫大家來參觀一個墳場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裡的十字架和墳墓 全都是彩色的 死亡是一件很難接受的事 但不一定是灰色 這裡的世爾雅多人用這種彩色 我程度上可以看到他們的一種 樂天、積極和稀奇 我希望在這裡安息的人 可以在另一個一樣彩色的世界 很開心地生活下去 沒有人喜歡不開心 只是很多人都困在不開心 但包包就是讓自己轉過環境 體驗另一種生活模式 另一種生活態度的隨意門 城市很小 永遠蹲在裡面沒有意識 就走出去 看多一點不同的人 做不同的事吧 下一集 San Petrosulac 全世界最暴力的城市 這裡所謂的暴力 都是毒販 幾個內部的事 我看到是一個WhatsApp WhatsApp 你怎樣了? 你怎樣了?香港人 對,你怎樣了? 可以放下東西了 平坡的天氣 很空蕩 原來這條線放得這麼長嗎? 我不知道 走完了 人們前面坐在這裡做甚麼呢 玩啤牌、喝酒 那是甚麼呢? 聯誼的好時候